中韓之战九局的前半呢 南韩队又在两出去之后呢 打下了一分 又或许增加了一点 中韩队反攻的难度 但是落后的幅度其实并不大 只有两分而已 在九局的下半从彭正敏开始 那这个球场其实没有大家在 现在看转播感觉这么大 中外也122公尺 换算也是400英尺 其实跟我们的所有比赛场地都一样 重要是还是要准确的命中球 那刚刚又掉了一分 我想真的是对中韩队 有多一些压力 那重点还是在今天中韩队 十分当中有三分是两出击丢的 那另外当然 就刚刚两出击之后 新一个保送 那这个保送当然比较不理想 可是在首飞上面 我觉得在尤其这个球场 那个边线比较快 两出击之后 其实一三类手 基本上是固住这个边线 可能会比较理想 就减少长打 对对对 如果刚刚南韩突厘一下 变成一来安打 其实都不说过 对如果你跟他把边线固住 那即使是安打 只是短线一来安打 可能会稍微理想 好 我们这时候我想先上壘 就对了 连续三个坏球 我想接下来这个球一定是 我们也学一下李中韩 把棒子端出来晃两下 林超勇 事实上在前面几局 确实压制中韩队的火力 或者阿队也慢慢的能够适应 四坏球保送 中韩队的机会来了 可是刚刚都对我说 我的话现在当然是 有战术没用 我想这时候 就算是领先的南韩队 心中的压力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 鼓手 陈小龙也过去跟 林超勇呢 稍微来做一下沟通 那两个人都是效力于 三星狮子队的球员 我这时候连续四个坏球呢 所以投手总是会有漏洞 在这个半局 接下来又轮到的是 左打的谢家贤 希望就把这个洞给他 好好的钻大一点 谢家贤今天表现确实精彩 也是他目前为止 唯一从林昌永手中 敲出安打的球员 另外也从郑明台手中 敲出一只深远的二连安打 九局的下半 现在中华队 有没有代打的 左打者真的就很重要 剩下的大概只剩张家 只有张家好 对 所以我想 这当然是一个关键点 不过我想希望 真的就放在谢家贤手上 尤其他有非常破坏力的 常打能力 那陈青湖球场 他都打出球场外 这个球场事实上 全力打强高 对他不是问题 哎呀呀 那这个球有想出放 但是其实蛮低角度的进雷 对因为可以想见就是说 也合理的结果是他一定要保护 他被几乎前两次的 最头坏脚的第一个角度 球数目前是一个好球 一个坏球 那今年例行在林昌勇也被打了15次拳A打 但这时候持续上的也不错 对 当然 我想用左打带给林昌勇压力 对 就跟打安打其实是一样 我想在这几年 我想中华队 最让国人这么热爱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种逆转的能力 跟永不放弃的精神 我想这是最可恶的地方 包括你看画面上也稍微带到 一好两坏 哦 这个球忍住好球 现在变成一好三坏 这个叫做坏球 虽然林昌勇不晓得 就如同他杨健福示范外角的好球一样 有时候看到韩国学者这种表情 是最痛快的时候 但是待会如果能够看到他 成目节者看球 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上外野的看他那更好 一好三坏 谢嘉賢 没有人出局 依赛雷 哦 这个球 对他有配速 对对 因为他一好三坏 他也知道你可能会抓这一球 所以会被变速请 那今年其实以林昌的防御率 就如球兵所讲 并不是说能够威风铃铃 3.55的防御率 其实失分率是蛮高的 9区的下段 中华队仅仅只落后2分 没有人出局 还是关键性的刚刚都对一分 我觉得他现在中华队是很大球的 2好3坏 打包卸一下前 忍住 好球啊 这是一个对中华队的好球 对林昌勇坏到不行的坏球 真的不要怀疑 就是四坏球保重 哇 中华队最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想这也是这几年中华队 在国际赛越打越好 就是说选手其实虽然平均年纪 已经是非常年轻 但是大家在整个有期望的 第一点国际赛的碎链子下 其实真的很承受 而且重点还是在意 他没有因为刚刚多丢一分 我想一般来讲多丢一分 今天一分都很难追尽 多丢一分会有沉重压力 但刚刚的确 你会看连续这两棒 我想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现象 而且他其实陷入两场 他现在要换不换 其实问题都很大 没有放弃这场比赛 我想这是中华队最可惜 那最后一个关头呢 南韩队五上五下换进来的一个 是今年的年度救援王 效力于SK的朝雄天 但是他也是侧头 所以其实整个形态上跟 球速虽然没有临长王那么快 但是感觉起来 他这时候换可能意义不大 那另外有可能是 国人其实是相当熟悉的赵荣俊 赵荣俊呢 是有点点带四分之三测 也是在今年球季 有26次的救援成功 所以我想中华队 当然现在绝对是先求贫 这一点可以 我会想中华队 也会想中华队 我会想中华队